既然我们刚刚说呼吸就是所谓的气体交换 依据气体交换的位置跟对象 我们可以把呼吸这个气体交换 分为外呼吸及内呼吸 我们先来看一般课文的描述 外呼吸就是筛或被这些呼吸器官 还有微血管做气体交换 那内呼吸呢就是微血管跟体内细胞进行气体交换 这些都是直接举例子来描述内外呼吸是什么 但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你应该要记得是它的定义跟它的概念嘛 所以我们这边来画一个图来跟大家介绍 什么叫外呼吸什么叫内呼吸 好这是你的体表 这是外界哦身体的外面叫外界 好你的体表呢开始往内凹 比如说你的鼻箱往内凹 往内凹之后呢会形成气管 这个气管呢就开始分支变成支气管 然后一直分支成支支气管支支气管 一直分支分支分支 我就画个诗意图就好了 一直分支之后呢最后形成肺泡 肺泡是个呼吸薄膜对不对 肺泡是我们的呼吸薄膜 好的那你的外界空气呢 空气就跑进来 跑到你的肺泡 此时我们的肺泡上有三大特征 一它是湿润的 肺泡是潮湿的 它有很大的表面积 还有它有丰富的微血管网 这个微血管网当然就叫肺泡微血管 好这边开始进行气体交换 氧气进入到血液中 二氧化碳排出来被你的肺泡带走 这不就气体交换吗 好这个气体交换是跟外界的空气做交换的 所以叫外呼吸 没错吧 好可是我们除了这里做气体交换之外啊 你的体内还有一些组织细胞啊 这些是细胞跟组织 它们都属于体内的构造嘛 体内的细胞跟组织 叫做体内 不是体肉体内写成肉了 好想吃肉啊 好这边也要做气体交换 它们的对样是谁 一样这边有组织微血管 好那肺泡这边的微血管会带到组织这里 组织微血管会带到肺泡这里 好这边呢交换是呢 我把氧气丢出来给组织 可是你把二氧化碳丢进来给血液让它带走 所以这边又进行气体交换 是跟体内的组织细胞做交换 因此叫内呼吸 好到这里 内外呼吸不是很简单吗 气体交换是跟外界空气做交换的 外呼吸 是跟体内的组织细胞做交换的体内嘛 叫内呼吸 好但是大家有发现吗 整个做气体交换的主轴 主角是谁 是循环系统耶 是血液耶 你有发现 主角是血液 血液跟外界空气做交换 外界空气就是肺泡这边的外界空气 外呼吸 血液跟组织细胞做气体交换 就是内呼吸 是循环系统啊 那我们的呼吸系统在哪里 我画给你们看 呼吸系统在哪里 以人类而言 就是你的外呼吸 这边的呼吸道分支到肺泡 这个画绿色的就是人类的呼吸系统 就这样 所以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 只参与了外呼吸耶 而内呼吸是循环跟组织细胞 所以这个例子 不就佐证了一件重要的概念吗 循环系统是沟通各系统的桥梁 同时它也是各系统执行生理功能时 很重要的推手 以呼吸来讲 根本是透过循环系统 来执行气体交换 所以呼吸系统 我们讲气管 支气管道肺 其实真正做气体交换的是血液 它才是主角 所以为什么要先交循环 它是everybody重要的好朋友 它帮助大家执行你的生理功能 以上就是 什么叫外呼吸 什么叫内呼吸 这个就是呼吸膜 我们的背泡 这边就是呼吸的空气走道 空气走 以上我们就把外呼吸 那边呼吸是什么 还有呼吸膜在里面的角色 为各位交代清楚了